韩国可以说是培养女团,男团出道的始祖了,在韩国,很多艺人公司每天都在进行超强度的专业技能训练,同时也给艺人提供很多不错的资源,吸引了很多想出道的艺人前往韩国发展。 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,像是前FJM队长韩耕,张艺兴,陆寒,黄子涛,吴亦凡四人组,以及FX里的宋倩,但目前他们都已经转向中国内地发展了。 其中宋倩是小编非常欣赏的一个女艺人,从小就学习舞蹈的宋倩,身体非常柔软,在韩国艺人公司当练习生期间吃了很多苦,但她都坚持了下来。 但她因拒绝9.18去日本公演,三小时掉本四十万。 后来宋倩从练习生的登台表演,在韩国慢慢发展了起来,也有了一定的名气。 小编最喜欢的是当时宋倩和李宽一起参加的一大过节节目,在里面两人炒几本啊,虽说宋倩以前长年在韩国发展,但她从未改过国籍, 大家都知道韩国艺人公司对女团,男团的管理都比较严格,每一位艺人都必须跟着公司的安排走。 有一场就是公司要求宋倩,他们要在日本开第一站世界巡回演唱会,但令人尴尬的是那几天,恰好在9月时期,18日。 9月时8日对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敏感的日子,宋倩也不例外,当听到在这个阶段去日本开演唱会时,宋倩当时就果断表示自己不会去,要知道这属于违约条例,给公司造成的损失需要宋倩赔偿。 尽管如此,宋倩依旧坚持自己的决定,并在网络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爱国情怀,但遭到了韩国粉丝的一致反对和烂谱。 据说在发表新生后的几个小时内,宋倩就掉了40多万本,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公司的压迫,宋倩依然选择最初的决定,就是不吃欲粉。 令人欣慰的是,国人纷纷支持宋倩的行为,表示,网友,回家,14亿人请你,现在宋倩大部分资源都是在国内,并且发展的也不错。 在音乐、影视圈里都有她的身影,可以说是全面发展了,如今宋倩已经30多岁了,依然诞生女王一枚,但小编从来没有见过她和某某明星传出过绯闻,对于这样自律又自爱的女星,她的成功是理所应当的。